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听说过TNT这种高效炸药吧 一小块TNT炸药就有非常可观的破坏力 但是引爆它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 那就是需要先插入雷管 引爆雷管 然后雷管引爆炸药TNT才能发挥出自己的威力 而枪械里的火药也是一样的 枪械中的火药非常稳定 不会说士兵在携带子弹的过程中天气温度高 或者经过战火弥漫的战场时 就把子弹轻易引爆了 刚好相反 子弹里的火药普通人几乎没办法点着 所以不会随便爆炸 假如扔火里爆炸 也可能是这样的 展开全文 一般就是由敌火引燃火药在产生爆炸 如果是把子弹扔火里 首先会燃后并爆炸的 一定是敌火 敌火才能引爆火药 而很多枪械里的敌火是非常敏感的 轻微的撞击 敌火金属损毁后的火焰进入 或者是在火堆中敌火因为各种因素的变形 加上高温产生爆燃 毕竟火堆这个概念是很笼统的 从而引爆了子弹 但是说别以为子弹爆炸了 确实就会有枪械子弹一样的效果 这些火堆里的子弹大多是翻不了天的 虽然子弹扔火堆里爆炸不爆炸还不一定 但是假设有的子弹爆炸了 子弹头和弹壳碎屑 也是会像眉头苍蝇一样乱飞的 丢置在火堆里的子弹不比枪塘里的子弹 没有密闭空间 没有弹线 弹头飞不远的 而且方向不定 威力甚至伤不了人 有时候子弹头没爆多远 仅仅就是弹壳薄弱部分裂开了而已 谈不上什么杀伤力 不排除有伤人杀人的可能 至于那个声响吧 也是不确定的 很多时候声音都是没有爆竹响的 所以说子弹对士兵来说还是很安全的 不会说战火太旺或者天太热 就随便爆炸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